第二十八课 一、听力理解练习 声词、春节、出租、记者、采访、甲级队、队长、照相 一、听后快速回答问题 一、山田七点半就到教室了 麦克二十分钟以后才到 山田七点半就到教室了 麦克二十分钟以后才到 麦克几点到教室 二、这套房子客厅、厨房都很大 就是卧室有点小 这套房子客厅、厨房都很大 就是卧室有点小 这套房子怎么样? 三、这件衣服颜色、肥瘦都很合适 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 这件衣服、颜色、肥瘦都很合适 要是再长一点就好了 这件衣服哪儿不合适 四、演出七点才开始呢 你们怎么现在就来了? 演出七点才开始呢 你们怎么现在就来了? 现在大概几点? 五 他们七点就去机场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送他们? 他们七点就去机场了 你怎么现在才来送他们? 现在大概几点? 六 我家虽然离学校不太远 但是坐车的话 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我家虽然离学校不太远 但是坐车的话 要一个小时才能到 从他家到学校 交通方便不方便 七 我家虽然离学校很远 但是坐地铁的话 半个小时就到了 我家虽然离学校很远 但是坐地铁的话 半个小时就到了 从他家到学校 交通情况怎么样? 八 李方的新家 周围环境很好 买东西也很方便 就是附近没有公共汽车 李方的新家 周围环境很好 买东西也很方便 就是附近没有公共汽车 李方的新家 有哪些地方不太好? 九 李方 你怎么才来啊? 你要是再晚来两分钟 我们就走了 李方 你怎么才来啊? 你要是再晚来两分钟 我们就走了 李方怎么了? 十 小李 没关系 要是今天不行的话 就明天去 明天没时间的话 后天去也不晚 他让小李什么时间去? 二 听下列对话 选择正确答案 一 最近商场里人真多呀 是啊 一个星期以后就过春节了吗? 最近商场里人真多呀 是啊 一个星期以后就过春节了吗? 现在大概是什么时候? A 春节前一个星期 B 春节后一个星期 C 春节期间 D 一个星期以前 二 李方 你的新家怎么样? 交通方便吗? 现在还不方便 要是以后有公共汽车的话 来学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李方 你的新家怎么样? 交通方便吗? 现在还不方便 要是以后有公共汽车的话 来学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李方的新家附近 现在交通怎么样? A 很方便 B 有公共汽车 C 来学校要用半个小时 D 不方便 三 这个电影你看了吗? 听说很有意思 我上个星期就看了 特别好看 昨天我又看了一遍 这个电影你看了吗? 听说很有意思 我上个星期就看了 特别好看 昨天我又看了一遍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A 他以前看了一遍 还想再看一遍 B 他上个星期就想看 一直到昨天才看了 C 这个电影他看了一遍 D 这个电影他看了两遍 4 小王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 怎么现在就开始找工作啊?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有的同学一年以前就开始找工作了 小王 你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呀? 怎么现在就开始找工作啊? 还有半年就毕业了 有的同学一年以前就开始找工作了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A 女的觉得小王现在找工作太晚了 B 小王半年以后大学毕业 C 有的同学一年级就开始找工作了 D 小王一年以前就开始找工作了 5 小刘 你不是要租房子吗? 这张报纸上有一个出租房子的广告 我看看 嗯 在电视台的东边 地方还不错 有301路 357路汽车 交通也还可以 啊? 一个月房租4000块? 我还是找别的房子吧 小刘 你不是要租房子吗? 这张报纸上有一个出租房子的广告 我看看 嗯 在电视台的东边 地方还不错 有301路 357路汽车 交通也还可以 啊? 一个月房租4000块? 我还是找别的房子吧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A 这套房子一年的房租是4000块 B 这儿交通不太方便 C 小刘想租这套房子 D 小刘不想租这套房子 6 李老师 打太极拳呢 早就听说您会打太极拳 您能教教我吗? 好啊 小王 要是你对太极拳感兴趣的话 以后你每天早上就来操场吧 我教你 下面哪句话不对? A 小王想请李老师教他太极拳 B 李老师问小王对太极拳有没有兴趣 C 李老师想以后每天早上教小王打太极拳 D 小王对太极拳很感兴趣 7 王力 对不起 我下了课跟老师问了点问题 来晚了 电影开始了吗? 还没开始呢 王力 对不起 我下了课跟老师问了点问题 来晚了 电影开始了吗? 还没开始呢 他们大概在哪? A 教室 B 办馆 C 电影院 D 图书馆 8 马力 来北京 已经两个月了 怎么样? 学习和生活有问题吗? 生活上还可以 我已经比较习惯了 学习上我觉得有些问题 上听力课的时候 有的同学听一遍就懂了 我听两遍才能懂 玛力 来北京已经两个月了 怎么样? 学习和生活有问题吗? 生活上还可以 我已经比较习惯了 学习上我觉得有些问题 上听力课的时候 有的同学听一遍就懂了 我听两遍才能懂 玛力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A 她生活学习都没有问题了 B 她生活学习都有问题 C 她生活上有一些问题 D 她觉得听力不太好 9 小王 你们考试了没有? 考了 明天还有一门 小王 你们考试了没有? 考了 明天还有一门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A 小王明天有考试 B 小王已经考了一门了 C 小王这次考试就考一门 D 小王还没考试呢 10 小王 我看你每天都骑车来学校 怎么不坐车呀? 骑车快一点 我每天骑车20分钟就能到 坐车的话 要换一次车 半个小时才能到呢 小王 我看你每天都骑车来学校 怎么不坐车呀? 骑车快一点 我每天骑车20分钟就能到 坐车的话 要换一次车 半个小时才能到呢 下面哪句话是对的? A 小王每天坐汽车来学校 B 坐车比较慢 C 骑车比较慢 D 小王每天骑车半个小时就能到学校 3. 听下列对话和短文做练习 对话 来了一个朋友 1. 听第一遍后回答问题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今天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来了 下了班去饭店看他了 是不是叫王小华? 对 你怎么知道 他中午的时候给咱们家打电话了 你不在 我就告诉了他你的手机号 他来北京做什么? 他是一家体育报的记者 现在不是在举行全国甲级队足球比赛吗? 他来采访 我看电视了 今天上海队踢得不错 不过还是输了 北京队太厉害了 你看了吗? 我跟他吃了晚饭 就去体育场看比赛了 我还跟北京队的队长照了一张像呢 你不回家吃饭 为什么不早给我打电话? 我打了 6点多的时候 你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 我在厨房做饭呢 别生气 你看 这是什么? 他给了我两张明天球赛的票 广州队跟西安队比赛 咱们一起去看 好吗? 嗯 1. 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2. 男的和女的是大学同学吗? 3. 男的为什么回来得很晚? 4. 他们俩明天要做什么? 2. 听第二遍后选择正确答案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4. 今天大学时候的一个同学来了 下了班去饭店看他了 5. 是不是叫王小华? 5. 对,你怎么知道? 5. 他中午的时候给咱们家打电话了 你不在 我就告诉了他你的手机号 他来北京做什么? 5. 他是一家体育报的记者 5. 现在不是在举行全国甲级队足球比赛吗? 5. 他来采访 5. 我看电视了 5. 今天上海队踢得不错 5. 不过还是输了 5. 北京队太厉害了 5. 你看了吗? 5. 我跟他吃了晚饭 5. 就去体育场看比赛了 5. 我还跟北京队的队长 罩了一张相呢 5. 你不回家吃饭 5. 为什么不早给我打电话? 5. 我打了 6点多的时候 5. 你去哪儿了? 5. 去哪儿了? 5. 我在厨房做饭呢 5. 别生气 5. 你看 5. 这是什么? 5. 他给了我两张 5. 明天球赛的票 5. 广州队跟西安队比赛 5. 咱们一起去看 5. 好吗? 5. 嗯 1. 中午 谁给谁打电话了? A. 王小华给男的 B. 男的给王小华 C. 女的给王小华 D. 女的给男的 2. 王小华做什么工作? A. 在饭店工作 B. 足球运动员 C. 足球老师 D. 记者 3. 今天的足球比赛 哪个队赢了? A. 上海队 B. 北京队 C. 广州队 D. 西安队 4. 男的吃了晚饭 做什么了? A. 去体育场踢足球了 B. 去体育场 看足球比赛了 C. 去跟朋友照相了 D. 去饭店 看朋友了 5. 男的不回来吃晚饭 告诉女的了吗? A. 打电话了 没人接 B. 他不想告诉她 C. 没告诉 D. 不知道 6. 六点多的时候 女的在做什么? A. 在吃饭 B. 在做饭 C. 在看电视 D. 在打电话 短文 我这一天 今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 就觉得 有点不舒服 头 有点疼 我想 可能是因为 昨天晚上 睡得太晚了 昨天晚上 两点才睡 才休息了 五个小时 所以 我想 先去上课吧 中午 下了课以后 再好好休息休息 起床后 吃了一点面包 就去上课了 可是 上课的时候 就开始咳嗽 发烧 眼睛也不舒服 所以 只上了两节综合课 三四节的 听力课 没有上 跟老师请了假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我就赶快去医院了 大夫 给我看了看 检查了检查 说我是感冒了 最近 感冒的人很多 他给我 开了点药 吃了午饭 我就吃药 然后 又睡了三个小时 现在觉得好点了 但是 还不知道 明天 能不能去上课 我这一天 今天早上 起床的时候 就觉得 有点不舒服 头 有点疼 我想 可能是因为 昨天晚上 睡得太晚了 昨天晚上 两点才睡 才休息了 五个小时 所以 我想 先去上课吧 中午 下了课以后 再好好 休息休息 起床后 吃了一点面包 就去上课了 可是 上课的时候 就开始咳嗽 发烧 眼睛也不舒服 所以 只上了两节综合课 三四节的 听力课 没有上 跟老师 请了假 就回来了 回来以后 我就赶快 去医院了 大夫 给我看了看 检查了检查 说我是感冒了 最近 感冒的人 很多 他给我 开了点药 吃了午饭 我就吃药 然后 又睡了三个小时 现在觉得 好点了 但是 还不知道 明天 能不能去上课 根据 录音内容 判断证误 2.语音语调练习 1.判断下列句子 与你听到的是否一致 1.究竟还有多少 究竟还有多少 2.它就是心直口快 3.简直太难了 4.它去调查少数民族的习俗 5.它去调查少数民族的习俗 5.那本书还了 6.它想去野外写生 7.它想去野外写生 7.出去散散心吧 7.出去散散心吧 8.我们经历不足 8.我们经历不足 9.我们经历不足 9.当时就义的人很多 10.当时就义的人很多 10.孩子已经省心多了 9.孩子已经省心多了 9.孩子已经省心多了 9.听后选择正确的答句 9.注意聚众音 1.小丽,对不起,我迟到了 小丽,对不起,我迟到了。 A,你怎么才来? B,你怎么才来? 2,要是坐火车去的话,要多长时间? 要是坐火车去的话,要多长时间? A,坐火车十个小时才能到呢? B,坐火车十个小时才能到呢? 3,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吧? 你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吧? A,不,我才知道。 B,不,我才知道。 4,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的? 今天早上你几点起床的? A,我七点就起来了。 B,我七点就起来了。 课外练习 听录音做练习 1,下面这些话分别是在什么地方说的? 1,顾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的光临。 本商场即日起,部分家用电器实行优惠,欢迎您到二楼的家用电器部选购。 顾客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的光临。 本商场即日起,部分家用电器实行优惠,欢迎您到二楼的家用电器部选购。 2,接客人的同志请注意。 从上海开往北京的21次列车就要到达北京了。 火车进入第四站台,请您到第四站台接车。 接客人的同志请注意。 从上海开往北京的21次列车就要到达北京了。 火车进入第四站台,请您到第四站台接车。 3,下一站,北京大学。 有在北京大学下车的乘客,请您做好准备。 北京大学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您刷卡下车。 下一站,北京大学。 有在北京大学下车的乘客,请您做好准备。 北京大学到了,下车的乘客,请您刷卡下车。 2,听后回答问题。 观众朋友,您好。 下面向您预报今天晚上将要播出的部分节目内容。 19点,新闻联播。 19点31分,天气预报,焦点访谈。 20点05分,电视连续剧,大学女孩。 21点,新闻。 21点10分,中国音乐电视。 22点,晚间新闻,体育新闻。 22点52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节目为您预报完了。 首先请您收看新闻联播。 观众朋友,您好。 下面向您预报今天晚上将要播出的部分节目内容。 19点,新闻联播。 19点31分,天气预报,焦点访谈。 20点05分,电视连续剧,大学女孩。 21点,新闻。 21点10分,中国音乐电视。 22点,晚间新闻,体育新闻。 22点52分,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节目为您预报完了。 首先请您收看新闻联播。 1. 现在大概几点? 2. 今天晚上几点有电影? 3. 今天晚上有没有电视剧? la记者会被探留。 5点 дом controle。 2. 今天晚上几点儿。 5点钟。 9点�临。